大家好,我是Ean,是多伦多的一名房地产经纪 经常有客人买了房以后问我 贷款利率该选浮动的还是固定的 那今天就结合目前的情况来说一说我自己的观点 说之前先声明一下我不做贷款业务 这个视频并不是要说服谁 我说的仅仅是我个人的观点 并不一定适合所有的人 大家有具体的需求还是尽量去咨询专业的贷款人士 然后我现在录这个视频的时间是2020年11月13号 我的看法是根据目前我知道的信息得出的 先说结论 目前如果是我自己的话 我会选浮动利率 而且大部分时间我都会去选浮动利率 选固定利率还是浮动利率 说到底它是个风险控制的问题 固定利率的好处是能够控制风险 因为风险厌恶是人的本能 而浮动意味着有很多不确定因素 那么我们就来看一下浮动利率的风险到底有多大 先来看看最近的新闻 加拿大央行最近宣布 直到2023年利率都会维持在比较低的一个水平 10月28号跟原来预期的一样 加拿大银行也宣布它的隔夜利率会维持在0.25% 最近三年里加拿大银行整体来说加息的概率非常小 主要原因是因为疫情的发展有很多不确定性 现在疫情第二波比之前更严重 疫苗普及也不知道具体的时间 就算疫情全部控制住了 经济复苏也会是一个比较漫长的过程 而且加拿大央行正在重新调整QA政策 今年4月份央行每周购买50亿政府债券 10月28号他们宣布减少到每周40亿 到目前为止加拿大银行购买的大多是两年或者是两年以内的短期债券 但将来他说他会调整成购买比较长期的债券 这个和贷款利率有什么关系呢 简单来说这些长期债券大多数与贷款利率是相互挂钩的 比如房屋贷款的五年固定利率就取决于五年期政府债券的收益率 总体看目前的收益率都超低 像上面说的央行未来几年 他会大量的购买五年期政府债券 政府购买债券债券需求就会上升 需求上升债券市场价格就会涨 而五年期政府债券是定息的 如果债券价格上涨 投资回报率就会下降 在收益率下降的情况下 如果利率不降 大家就会选择去把钱存银行 而不是买债券 为了债券价格的稳定利率只能继续下降 或者是保持在一个稳定的低位 上面说了那么多归根结底 未来两三年五年期固定抵押贷款的利率 大概率只有一个方向 那就是继续下降 唯一的问题是他会降多少和要多长时间 在这种情况下 我觉得没有必要 现在就去锁定一份五年期的固定利率 相反 如果你今天选择了五年期的浮动利率 不仅一开始你的浮动利率 肯定是低过固定利率的 如果固定利率像预期的在未来两三年之内 下降到一个更低的数字 你可以在那个时候把浮动利率转换成固定利率 但反过来如果是固定利率的话 是不能换回浮动利率的 我举个例子 如果三年以后经济形势发生变化 央行说要加息了 你可以到时候再把贷款转成五年固定利率 这样的话前面三年加上后面五年的固定利率 你就能差不多锁定八年的低利率 浮动利率还有一个好处 就是提前解约的罚金一般是三个月的利息 固定利率的话提前解约 罚金一般是用利息差来计算 有时候罚金可能会高到两三万 很多时候计划赶不上变化 买房子的时候 大家都想到这个房子我会住很久 但我也经常碰到客人住了两三年 家里情况有变化 要卖房子或者是换房子 这个时候才会发现 他原来签的固定利率 解约的罚款非常的高 总而言之 今天的浮动利率是更划算的一个选择 也给了你更大的灵活性 如果是我选的话 我会选浮动利率 好了 这个就是本期视频的内容 还是再强调一下 这个只是我个人的观点 不是专业建议 有不同意见的 欢迎在视频下方留言讨论 谢谢大家